当地时间7月31号晚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禁止短视频应用TikTok在美国运营 引发关注 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产品TikTok 截至2020年4月 全球累计下载量超21次 覆盖至少150个国家和地区75个余种 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受年轻人青睐的爱不平台之一 那美国为何要逆势而为要将其禁止呢 多方观点认为 特朗普政府有意禁止TikTok 一方面是为打压中国相关产业影响力 另一方面是为其美国大选造势 现在所说的美国科技巨头 持的就是Big Four四家 总是值约5万亿美元 与德国GDP相当 其中Facebook为社交短视频龙头老大 TikTok的闯入和迅猛发展 引起了Facebook的警惕 2019年7月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承认 TikTok是中国科技巨头制造的第一个全球爆款 同时Facebook也开发了一款名为Lazzo的产品 以应对TikTok的竞争 但上线一年后 Lazzo下载量仅为42.5万次 而同期TikTok下载量为6.4亿次 除了试图抄袭TikTok占领市场 Facebook还同期开展政治游说 转移美国监管压力 2019年至今 扎克伯格曾多次在公开场合 批评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不尊重隐私 2020年7月 特朗普在Facebook和Instagram账号投放了数则政治广告 警告美国用户称 TikTok正在监视你的隐私 并号召其签署封禁TikTok的请愿书 而这也被认为与扎克伯格的政治游说有一定关系 专家称 美国封杀中国的相关产业和成长空间 是不想让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优势 同时 美方也希望借此举 强行将本国网民与中国服务商切割 此外 特朗普政府想做一些显示对中国的强硬 这样有利于选举 8月1号 据外媒报道 微软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就出售其美国业务进行了高层会谈 但特朗普却表示反对该交易 他称更希望禁止TikTok 并且不支持其业务出售 这让微软与字节跳动的收购谈判陷入僵局 但无论所谓收购TikTok还是全面禁止 两者都是损招 前者希望借TikTok被廉价出售 增加美国公司的砝码 而后者则是要斩尽杀绝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